为了迎接远到而来的考生和家长 台大学各科系都精心设计的精彩和隆重的欢迎活动 例如生枝学院分子生物科技学系 在现场是摆设系上各项的研发成果 包括抗冷植物保护剂 荧光雨 植物工厂等 所谓分子层次的一个研究还有产业应用工作 它是非常高科技的一个产业 也是未来生物科技的趋势 目前我们系上分了两组 一个是基因科技 一个是生物医学 两组都很受学生跟家长的欢迎 也是未来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学校是绿色大学 亚洲第一名 也是全世界排名前20大的学校 在这样的因缘继绘下 那很多家长跟学生对这个科技抱着很大的一个冲击跟期待 所以我们最近这一两年在招生这个部分有越来越受重视的一个倾向 在面试过后 各系所也安排各式体验的活动 生物资源系就安排故故DIY体验 要用植物保健学系也赠送来面试的考生药草小盆栽 而分子生物科技学系在系所老师于冲安带领下是带领考生参观 目前相当热门的植物工厂 现场并提供无度安全的水跟蔬菜让参观的同学家长来品尝 这植物工厂它本身它是非常节能的 因为它需要的水分也不多 而且它也不会受到那种气候的干扰或是那种环境的影响 觉得设备还不错 然后呢 老师也很亲切 那来参观这个植物工厂 并吃到这种安心的蔬菜 那你就这种体验活动 我觉得很好啊 像他们的蔬菜就比较清脆 那萝卜也比一般外面的生吃的还甜 今年申请入学管道招生名额共计1256个 通过第二阶段报名人数达到2832人 达到2.25倍 其中运动事业管理学系 参旅管理学士学位学程和生物产业科技学系 报名人数都比入取名额高出3到5倍 从学生选甜自愿的踊跃程度 也可以看出未来就业市场和产业发展的趋势 大业人新闻刘新校刘世超采访报道